喔 這一把 這一把也很精彩 這把是LG對商STNN 喔 那個DHAR整個 怎麼會被導播拿還BM啊 你看DHAR 柴火 喔 這把也很精彩 嗨 各位 這部影片我想要帶大家看一下 五月份粵決賽的北美賽區冠亞賽 那為什麼突然要帶大家看其他賽區的比賽呢 主要呢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這一場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北美賽區他們比賽的時間是我們台灣時間的早上 當時我在起床跟台的時候 我還直接在我的Discord說 這一個人也打得太好了吧 他們能夠拿下這場冠軍 那一個玩家真的是功不可沒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來分享一下這一把精彩對戰 在北美賽區最後打到冠亞賽的這兩組隊伍 分別是我們左邊的MTM 跟右邊的Luminosity 那大家看畫面上呢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已經打到2比2了 所以待會要進行的是我們的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要比的地圖是甲蟲對決喔 所以是句點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雙方的Ban角 藍方MTMBan掉的是蓋瑞跟賴瑞 還有波可 波可Ban掉了 然後首先亮出的是安珀 那右邊紅方Ban掉的角色是帕姆 安傑洛還有格里夫 那這把梅樂蒂沒有被Ban了 那待會 我記得他們是有梅樂蒂啦 所以待會應該是紅方 沒錯 亮梅樂蒂 那這其實蠻有意思的 因為梅樂蒂沒有被Ban 大家都知道梅樂蒂蠻強的嘛 而且句點戰梅樂蒂我們在APAC的賽區 也有看到梅樂蒂是有出場的 那MTM就是左邊的藍方 他們並沒有首選梅樂蒂喔 反而是首選安珀 那第二隻紅方亮出的是 沙底 也是目前版本很強的角色 因為有極限威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MTM亮的哪一隻角色 亮RT RT在甲蟲決鬥 以我們的賽區來說 我覺得會算是相對少見的一隻角色 還蠻神奇的 就是亮了RT 第三隻亮奔騰 我在想亮奔騰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美樂蒂跟沙底 都是比較偏中近距離的角色 所以奔騰的話要進化其實蠻方便的 就算對方沒坦 出奔騰應該還是可以出的 那紅方這邊最後亮的是 保麗 我當時看到這場對戰 我就發現有保麗 保麗是一個我在甲蟲決鬥 是最後選 然後我發現 對面如果沒有破牆 又沒有刺客角的話 我是會出保麗的 所以我蠻喜歡 Rubinacity他們的陣容 然後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 我自己也會覺得 右邊紅方的陣容會是六四開 覺得他們勝率會比較高 OK 比賽開始 藍方的話是MTM 上面紅方是Rubinacity 我們待會會簡稱LG LG的打法是採用雙中 我覺得殺敵手比較短 所以他打側路的話 可能會被RT噴爆 他們就選擇雙中的打法 那主路的話是MTM去對安破 我們在這邊開大俠配件 往前衝 差一點 沒有換掉安破 也不能靠了一下 那如果我自己 呃猜測沒錯的話 安破其實應該算是 蠻康德MTM的 因為安破他有一個配件是胡火 燒一燒 MTM如果一個沒飛好 可能會被燒一把大的 阿沙利這邊 Chino 又擺給 不過Chino我看下來 他好像有大招了 下一波他可能有大 我在這邊開打做一個勸退 MTM又往前 但還是尻不過安破 那安破看這樣子喔 狀況應該是在加一配件 沙利這邊開大 往前做一個壓制 不過一直被對方探出來 開一個配件喔 看一下沙利 隧道 咒絲 刀兩下 呵呵 不過血不多 咒絲也沒換掉 剩11滴 等等這邊開大招 也沒辦法 被兩個人圍毆 現在中間的領地是被LG佔了回來 那當然TN就很難受了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角色可以去處理 轉角很強的 沙底 然後還有割牆蠻厲害的 暴力 做事這個蠻準的喔 233的沙底 唉唷 換掉 是蠻準的 但是這一波 喔 做事這邊直接開大招 往前壓制 有逼退 奔合也跟上 打的蠻好的 看 明明前面是打輸的 不過莫名其妖就逼退 厲害 那Chino這邊 唉唷 扭掉了一個大招 不過開了一個極限威能 想往前打大招 但是 空極限威能 喔 有打到一下啦 那這個大 有觸發極限威的嗎 梅二滴 好像沒有 寶力沒有加速 所以是沒有觸發到極限威的很大招 不過中間的%數 LG佔蠻多了 那這樣這一把應該是 LG會先拿下 很能力王狂藍 沒辦法 LG先拿下一勝 畫面上這一個 這個小哥 我記得他好像是 他是Patchy吧 Patchy Patchy OK 第二局 開打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換路 NTN的安珀是換到了右路 想要抓對方換路嗎 不過他也沒差 但他們本來就 都是三路對上兩路 有沒有換影響不大 那M2D這邊也是找安珀去扁 那至於其他兩個人一樣是待在中路 沙迪跟保利都在同一地方 然後這邊睡了一下安珀 但是沒有 沒有第一時間把安珀收掉 導致沙迪被燙了 兩三千點的血量 很虧很虧 那路飛是開了配件 讓自己先進化到了二階 那現在畫面上是三階 因為他剛開配件 沙迪這邊往前 想要打大招 有點白給 不過好像還是有承操打 好力有大 往前先丟一下距離 勸脫一下 現在趴數是25比7 藍方佔蠻多的 沙迪丟了大招 這樣可以搬回來 看一下Cino 可以壓制到什麼程度 先抓Bunton嗎 所抓到 我自己的血量有點低 三千四 好力這邊開個配件 血還不錯 在整個據點被紅方搶下來 這個節奏又是紅方的節奏 跟剛剛其實是一模一樣 沙迪這個轉角只要卡得好遊戲就結束了 喔不能一個踩 踩兩個 還敢放小小配件 不是不是小小配件 小小什麼表情符號 哎呦 安破 莫名其妙一個燒兩個 又再燒到一個保利 哇塞 喔他保利要往回退了 這個保利在傷害能力之下 沒有辦法回歇 哇RBM 燙得好耶 他剛剛一個燙 一個燙兩個 然後再把保利給燙回去 如果他這個沒有燙回去 中間現在還是紅方的喔 哇糟糕了 紅方這個剛才大優勢 又要重打 而且沙迪這樣還出不去 又沒有超重 牌這邊要白給了 現在Cino 只能這樣玩 因為現在什麼 什麼都沒有 打奔騰打不過 因為奔騰已經3階了 然後打暗部的話 打暗部跟RT數又太短 再趴數 藍方 繼續慢慢往前 往前增長 啊 喔呦 宙斯這邊差點盤沒地給踩爆 剩9ID的血量 保利的 這應該是保利的最後一個大招了 稍微搬回來一點點 欸不過 沙迪又倒了 好不容易往前走一下 但是沙迪又倒了 培齊的最後一個配件 還是頂不住 82% 83% Gino 好像要結束了 這一把應該是藍方MTN 搬回來 我已經開始掛網了 剛才那波其實蠻關鍵的 如果奔騰沒有往前踩到 他應該踩到兩個人 如果沒有踩下去的話 這個遊戲應該就沒了 然後踩 除了踩得很好之外 安破的那個燒 有燒到3個人 又把保利給勸推 這個也蠻關鍵的 我在第三局 這個是最關鍵的喔 我可以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 目前的戰況呢 應該說這一把是 打好打滿 前面的兩場是 Ruminosity先贏 前面的第一個 怎麼說啊 前面的第一大局跟第二大局 就是Ruminosity先拿下 那後面的兩場是 MTN拿下 所以如果這一把MTN贏了 他們就是浪二追三 非常的精彩 打法基本上沒變 Pay這邊往前 不過第一次嘗試往前飛 沒有撞到RBM 哇 他好像要 開了兩次配件 MTN 哇 又被燒到 完了 這沙迪先被倒一個 MTN被燒到 哇 第三個配件 H1 我應該沒看錯吧 這個 往前只有一個推進 開了三次配件 這完蛋了 不過奔騰倒下 再往前收 H1 對 沒錯 H1沒配件了 哇 還被鎮死 真的是沒了 好尷尬 雖然說現在%數 紅方 是大優的 只是待會沒二弟如果他要往前做不進的話 他是沒有任何賠保護自己的手段 藍方這邊站得下來喔 現在就看LG最後要怎麼處理 這很難受喔 打底的Chino 沒打到 這一個也是白給 Chino這一把白給的次數蠻多的 我沒二弟 互換 1換1還行 保利持續的在做騷擾 頭子腳就是只能這樣喔 你除了打穩之外 你也做不到其他太多的事情 喔 保利有大 要丟中間嗎 對 選擇丟中間 喔 宙斯這邊直接開了大招 去壓保利 喔 開配件 飛回來 還不錯 欸 啊 保利怎麼死了 攻擊這麼準啊 哇 這個保利死了也蠻關鍵的喔 有換到 左鍵卡片 阿 別燒到沒二弟 他沒二弟沒了 喔 直接果斷 跑去燒右邊 這個判斷 有點東西 安破 黑亞宙斯 全中 完了 這個保利下水餃 阿滴這些角色的攻擊 彈道 我記得是 偏系的 怎麼說他偏系 就是 他的攻擊命中 探定是 比其他角色小 所以阿滴要打到的人 其實蠻不容易的 哇 那紅方又倒了一個人 又燒到沒二弟 那這把好像 就結束了 都是這邊直接開個大招 轉圈轉起來 Ruby 100% 遊戲結束了 那這把就 恭喜 我這場 開始跳舞 後面上這一個小哥 這個黑人小哥 我記得是 咒斯吧 好像是咒斯 那左邊那一位我就不清楚是誰了 那他們會這麼開心的原因呢 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前面兩把是 LG先拿下 那後面的話是 MTN 他們 浪二追戰 所以他們會這麼開心 就是因為 他們贏下了 原本他們覺得 可能不太會贏的一場對戰 而且這把是冠軍賽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精彩replay 有沒有看到我們想要的畫面 好 100% 這是第一場Luminosity 然後就這邊 陸飛一個開彩 先打斷陣容 然後後續的安破 還有 奔騰的那個包夾 雖然感覺他們已經沒了 而且中間又有殺敵的大招 可是安破就是 跟隊友 跟他旁邊的那個RT 莫名其妙就把對方三個人全部暴打 這個很神奇耶 這個如果沒打回來遊戲就結束了 開始 爆頭 我怎麼會這樣 哪裡打不好 黑氣 天下雙方的傷害喔 RBM 390輸的DPS 奔騰340 沒看殺敵蘇 安破殺了18個人 呵呵 有夠猛 前面有幾個操作我覺得打得很棒 就是首先第一個我記得是 咒斯 他們在劣勢的情況 只有2打2的情況 他選擇開大招跟自己的隊友奔騰 去把對方的據點玩回B 然後他的RT在開大招跟 飛回來的那個切換 我覺得是切換的非常的好的 那再來另外一個點是安破 安破在第二場還是第三場那個對戰 1燒3 那個真的打得超好的 而且還有他在燒到人 就是確認說這個大招他已經被燒到了 他一定會死了之後 他選擇把攻擊往另外一個人的身上噴 然後形成1燒2的一個結果 我自己覺得這把打真的是蠻精彩的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主播 國外主播的這個預測 全部在最後預測全部失敗 大家都覺得Luminosity會贏 就沒有喔 是我們的NTN 我其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其他賽區的精彩片段 那如果大家覺得 偶爾分享一下還不錯的話呢 那之後有機會 發現有不錯的對戰 我們再把他剪下來 或是 喔這一把 這一把也很精彩 這把是LG對上STNN 喔那個DHAR整個 怎麼會被導播拿還BM吶 你看DHAR柴火 喔這把也很精彩 我記得Bobby這一把打完還直接 也是爆頭 就是覺得怎麼會 怎麼會輸 應該畫面上他們也是2比2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想要看到這種國外賽區的比賽片段的話 回向還不錯的話 我們再做下一步 好啦那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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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